我这个青花瓷是在老隐那买的 绝对不会有假 老隐是我多年的好友 他一生坚定古董 经过擦的手不会有错 小青 你这画瓶是从哪来的 暂时还不能暴露我的身份 奶奶 这个青花瓷是我一个好友送给我的 虽然他不是专业坚定古董的 但是经过他手的物件 数不胜数 我相信他不会拿个假的来骗我的 安琪 你别在这说谎 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 你就是一个保洁员 你怎么可能认识这么厉害的朋友 奶奶 这个安琪根本就是个骗子 这个青花瓷就是假的 对奶奶 安琪就想用这个假的 来换我们真的青花瓷 我没有 我玩这些 很美味 � nào 就想用这个假的来换我们珍的清花瓷 我没有 我是老爺的徒弟,老王 哎呀,你是老夫人 不好意思,突然登门拜訪 我是老爺的徒弟,老王 哎呀,你是老爺的徒弟呀 快來快來,快來坐 管家,上場 你來了正好 我在你師父那兒買了一個青花瓷 康田你也在,你還記得嗎 我當然記得呀,記得你磨了我師父好久啊 是你說要把祖母綠頓買家介紹過 我們才把這青花瓷賣給你 巧了,您說景德鎮的青花瓷只有一題,獨一無二 但是今天我弟弟小七也拿了一紙 您長長眼,看看是真還是假 不可能啊,乾隆民間景德鎮的青花瓷 獨一無二,不可能有第二的呀 小王啊,今天您師父沒來 把我先起見,您先瞧瞧 小王,怎麼樣? 哪一個是在我師父那買的? 這一支? 我師父的這一支收藏了二十多年 這紋路特別清晰 當然是真的了 這個紋路綠線粗糙應該是假的 奶奶,你看我就說了 小七送的這個就是假的 就連銀老的徒弟都這麼說 奶奶,你看我就說了 小七送的這個就是假的 就連銀老的徒弟都這麼說 哼,小七,安琪 你們竟然想用假的來調包真的 你們想的咧 奶奶,如果我們真的拿了假的青花瓷 去白寶閣送禮的話 那肯定會適得其反 不但不會交好 而且還會交惡 要是交惡了 那白寶閣動動手指 就會碾壓死我們林家 小七,你到底怎麼想的 小七,安琪 趕緊跟我回家 我們林家怎麼得罪你了 為什麼要把我們林家追死的 奶奶,我們沒有啊 林家生活養我這麼多年 我還沒有報答 我怎麼會害林家啊 那這個花瓶到底從哪裡買的 那這個花瓶到底從哪裡買的 奶奶,我真不知道啊 奶奶,老眼的徒弟說的不一定是真的呀 我敢確定,我這個乾隆年間的青花瓷 肯定是真的 安琪,你想幹什麼 安琪,你是在質疑老眼的徒弟嗎 這位小姑娘 我王某從事古董幾十年來 從未打過眼,從未看錯過 那如果我們再次鑒定 這個乾隆年典領德鎮的青花瓷 是真的,怎麼辦 安琪,如果是真的 那我們就是突破不穩 我們會跟你道歉 而且我們還會離開林家 我老公說的對 如果你送的是假的 那對不起 請你滾出林家 好,這個董月,我接了 老公,起來 安琪,你怎麼能答應呢 離開了林家,我們去哪兒啊 安琪,你怎麼能答應呢 離開了林家,我們去哪兒啊 老公,我說過我會保護你的 這次請你相信我 小王,這次你要打眼了 真正的青花瓷 紋路粗糙 顏色,呈深藍色 少數有紋路 細密的藍色色彩 那我們這個 紋路看起來是比較粗糙啊 老公,你真棒 這就是真與假的區別 粗糙不就是假的嗎 大錯特錯,景德鎮的青花瓷 在乾隆年間做的並不是很完美 反而普遍粗糙 可你們這個恰恰太過於完美 不符合乾隆年間青花瓷的特律 安琪,你就是個小寶吉,你懂不懂啊 小王,你和你師父是這方面的行家 難道你也不懂嗎 小王,你和你師父是這方面的行家 難道你也不懂嗎 你說的這個 的確是真的 小王,你說什麼 這個是假的 這兩個細微之處差別不是很大 確實是我打眼了 老夫人 這是您的孫媳婦吧 我這麼多年的經驗都沒看出來 真是年少有為啊 小王,你確定嗎 小琪這隻是真的 你師父這麼多年 今年屬於只是假的 老夫人,實在惭愧啊 這個 確實是真的 這樣吧 這個假的 我就回頭過來 把錢費給您 不好意思 小王,你先走吧 好的,老夫人 小王,你先走吧 好的,老夫人 好的,老夫人 奶奶 現在真相大白了 我們這個才是真的 你們又操壞了我老公 是不是該向我老婆的不見呀 安琪 這也不怪我們啊 是銀老出現的問題 再者說了 你這小小的寶劫 上檔他認識這麼厲害的人 還送這麼貴的禮物 是啊安琪 你不會和你那個 不可告人的朋友 有什麼關係吧 大哥 大嫂 大嫂 這個時候你們還問我身上 誤髒寫 沒門 現在 是不是應該說說 鼓約的事情呢 我還說鼓約 你應該現在 就向老公道歉 安琪 這裡還有長輩呢 隨意去你大呼小叫的 安琪 這裡還有長輩呢 隨意去你大呼小叫的 媽 奶奶 剛才你們都在著 我老公說了一句 難道 連個道歉都不行嗎 林聰 美樂 怨努四叔 趕緊給你道歉 對不起 對不起 你們連道歉都這麼不誠心嗎 安琪 那不是說 不行 老公 他們三方五四個不謝你 這件事不能就這麼算了 安琪 我們已經道歉了 你還想怎麼樣 既然你們這麼不誠心道歉 那咱們就說說堵約的事 按照約定 你們現在就得離開林家 安琪 你們是在開玩笑嗎 你們還真想把我趕出林家 安琪 你別太過分了 安琪 小青 你哥哥都已經道歉了 這事就這麼算了 難不成你真想把你哥哥和嫂子趕出林家 媽 按照堵約 如果是我們輸了 我大哥和我大嫂一定會把我們趕出去的 到那個時候 你還會為我們求情嗎 小青 這個家 是你做主還是在保洁做主 你給我來個話 媽 這件事 我聽安琪的 小青 你說什麼呢 啊 你哥不著我亂拐啊 你還氣死我啊 媽 我們只是想要一個誠情的道歉吧 奶奶 知道錯了 您幫我說句話吧 奶奶 小青 安琪 你嫂子跟你哥哥知道錯了 這次就原諒他們吧 奶奶 哥哥和嫂子可以不離開林家 但是 必須下跪向我們道歉 好